眼睛 头发 飞机 可乐 辣的 吃的 欢笑声 发呆 疼空 音响 轻松 聊天 陌生 奔波 弯定 机械袋 拆快递 剪标继续 开玩笑 干嘛 指甲刀 行李箱 踏实 我是吴锦岩 今年28岁 还有518天 三十啦 跟上我的步伐 走 我要把这个身体摆到的 摆到的小排 就很高 很高的帅 这边是故宫 我去年拍戏之前 来故宫逛过 严喜宫应该是在公共的 那边那个角 二十四五 左右的时候都觉得 在北京 什么时候能努力 在北京买套房子呀 当时是想 能买套房子 就一个安稳的生活 但是现在快三十了 三十以后我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了 18岁你这其实挺关键的 就是我决定 不跳舞 就是大学 我也考了舞蹈学院 我觉得还是当老师 最好的处理 就当老师 要嫁人 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我就觉得 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一直是租房 对可能以后的日子 我也是想过就是租房 也许我买了个房子 这是我的家 我每次回到家里面 看见家里面人 一层灰 这会给我带来 更强的不安全感 我名字是我奶奶去的 当我这次过年的时候 回家以后 我奶奶又到老年痴呆 很多次的时候 她看见我的时候 她觉得 我是我姐 我姐是我 她对不上号了 她是要有吴景岩 景岩知她的孙女 但她已经身体条件 已经不允许了 自然说到这事的时候 我就受不了了 这没办法弥补的 30岁之前就完不成的遗憾了 对爸爸妈妈就更不用说了 但每次见到我爸妈的时候 精神状态特别好 但唯一有一个让我觉得不一样 就是比以前啰嗦 但是对于我这方面 他们不会催我 我特别想问问 他们你们想让我找什么样的 我特别想问 他们你们急不急 或者是结婚 但是他们永远给我说的是 就是事业重要 38岁 我想去学纽约大学的 什么哲学系啊 心理研究学系啊 我觉得我喜欢一些 新鲜的和未知的 我们这边第一个 这是工艺间 对 然后你以后可以在这边换一下 行 这下我可以做的 我很多想做的事 我学画画 书法也学了 钢琴学了四五年 又喜欢弹吉他 唱歌也唱了 舞蹈 芭蕾吧 街舞也学了 但是好像没有说一个 出来觉得 要得马上想拿出手的 我真的就是三分钟这多 自三十岁之前我很疑惑 我到底能把哪个爱好坚持下去 就是一点点啊 就是一点点啊 就是一点点 就是说 另外一个人 他不能比我弱 他比我强一点点 是刚好他这一点点 可以给我一个方向 但并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还是留给我自己 就是那么一点点 从小跟我 就是一个被我长大的 就是很轻 我们一块 我们的队 我今天去买了那个水果 我买了这个板栗 这个待会儿吃吧 牙膜好 我要调正宗的川味酱 同时我还要再调一份 北京麻酱 Follow me 你觉得假如我结婚呢 或怎么样 你会有什么感觉 那我觉得心会会晚啊 不玩啊 我是主动性 我要开始一段感情 一定要是我自己很喜欢 那怎么办呢 别那么没那么喜欢我 那我就一定要去追别人 十八岁那这儿 的爱情 我觉得就是喜欢 喜欢最重要 就是怎么样 都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现在觉得你们俩的事 一定要是对方 是介入到你的生命里的 女人不能到四十还不生吧 我也不想以后 带自己女儿 我儿子数学的时候 我比他们大那么多呀 就是遇到对的人 就想你 何必要跟一个数字过去 咱不是数学家 三十了 或者说该结婚了 或者怎么怎么的 这都是别人告诉你的 或者这个社会告诉你的 真实并非如此 那真很难呀 身边人 所有人都会是这样 你就会一直会有 选择一个安稳的 所谓的安稳的 有户口的 有保险的 有保证的 有证的 还是去选择一个 什么都未知的 就是月亮和六遍事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去试过 不要六遍事 只要月亮 就我爷爷是在 演习工人播之前去世的 我姥姥 我会经常跟我说的是 我姥姥经常跟我说的就是 她说 就坐在那 我过年我去看我姥姥 她说要是你姥姥 能看到你的演习工人 她说 她说她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姥姥在那之前的 半年 当时才拍《浩兰传》 一年的时间 就是当时演习还没有播嘛 演习是六月播的 那时候 走了 觉得家里人会觉得 这是对老爷的一个遗憾吧 她要她 她能看到自己的孙女的作品 在电视上那多好